秀玉一直想考会记证,正要报名时,却发现怎么也报不上 让庆祝一查,结果查出了惊天秘密 电脑上显示秀玉已经拿到了会计证,但上面的照片赫然是万善堂的女儿万传美 也就是说,万传美一直顶着秀玉的身份信息,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又顶着她的身份,工作多年 原来十年前的秀玉并没有落榜,只不过原本属于她的通知书,属于她的人生,被万传美给盗取了 很多人看到这里,才真正明白过来,为什么嚣张跋扈的万传家,对王家任何人都可以表现得张牙舞爪 唯独对秀玉,却一直是好脾气 哪怕再如何恨王家,也坚持给了秀玉在集团的体面工作,体面收入 甚至她对秀玉的这份偏爱,还一度让人误会 现在来看,这哪里是偏爱,分明是想用这份工作稳住秀玉 万传家用比城里大学生还高的收入,想将秀玉一辈子都困在万家村 而万传美在上了大学后,就一直借口忙,拒绝返乡 现在来看,哪里是忙,明明就是心虚 得知自己被顶替,秀玉几近崩溃 十年了,她心里一直无法迈过这道坎 旁人的嘲讽,父亲的冷言冷语,村里人的误会 都几乎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榜 更不明白,她的人生为什么会卡在万家村动弹不得 这种憋屈,在知道自己十年的人生 是被万传美无耻顶替时 都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委屈与愤怒 但秀玉愤怒的,又岂止是自己的十年人生被万传美偷了 更愤怒的是,对于她受的这些苦 王家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她讨回公道 心里的那种无助感,更是把秀玉逼到了绝境 王家人的懦弱,再一次刷新了底线 林贵之在得知秀玉没有考上大学 是被万传美顶替时,第一反应就是哭 抱着秀玉哭命苦,因为在村里是小兴 所以才被人欺负 而作为父亲的王友德 更是把软弱和无能渲染到了极致 他拿过秀玉手里的刀柄 叫嚣着要找王家人算账 但还没走出家门,就先把刀丢到了地上 面对秀玉被顶替,王友德愤怒 这是他身为父亲的血性 但血性过后,自己又很快反应过来 他如果真拿刀出去了 那就真的和万善唐家对抗上了 面对强势的万家人 他这个小门小户的一家之主又退缩了 如果是为了儿子的前途 那倒可以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计较出个得失 但若是为了一个马上就要出嫁的女儿 就要彻底把万家人得罪 那值不值当就要另说了 王友德和林贵芝的重男轻女 是显而易见的 庆来结婚,秀玉出了三万 轮到庆至结婚 秀玉存的钱仍旧没逃过林贵芝的惦记 庆至要读书 家里砸锅卖铁都要工 秀玉要读书,就是不务正业 找个好人家嫁了 就是林贵芝和王友德 能为秀玉想到的最好出路 本来就不看重女儿 心性软弱和无能的王友德 又怎会为了他 直接跟万家人撕破脸 在王友德拿起刀的那一刻 在林贵芝抱着自己痛哭叫嚷着 这事情就不能这么过去的那一刻 秀玉真的以为 他的父母会替自己讨回公道 但秀玉的以为 终究还是落空了 万善堂为了女儿 舔着一张老脸过来求王家 一开始林贵芝他们的态度还算强硬 可在听到万善堂想和解时 林贵芝的心思就开始活络起来 在他看来 秀玉无法上大学 失去了十年的人生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即便跟万家撕破脸了 也无法挽回 倒不如拿着这个 跟万家谈条件 一句秀玉你觉得呢 就表明了林贵芝也想跟万家和解的态度 林贵芝根本不知道 对她的退让 秀玉有多恨 林贵芝的退让 无疑狠狠地伤害了秀玉 当一家人坐在一起 商量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林贵芝根本不知道 当她说出和万善堂家撕破脸 他们家未必拼得过时 秀玉看着她露出了怎样的恨意 从前的秀玉 面对父母的重男轻女 心里会有意见 但意见不会那么大 谁让重男轻女 是农村的普遍现象 好在两个哥哥对自己都挺好 秀玉无法抗争 便也接受了这种偏心 尽管不喜父母的偏心 但秀玉在心里 把这种偏心 只是看成了父母对自己的喜欢 比对哥哥要少 喜欢少一点 但不是不喜欢 所以秀玉心里 从未对林贵芝他们真正失望过 所以才会在受委屈时 第一时间就想到他们这里求助 但林贵芝的一番话 无疑击碎了秀玉的幻想 母亲的退让 父亲的沉默 都像是一根刺 狠狠地扎进了秀玉的心里 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父母的退让 无疑会比任何伤害都要来得刺痛 尤其在万善堂上门替万传美道歉 替他收拾烂摊子 为了他不惜放下尊严下跪时 秀玉的刺痛感会更加强烈 万传美一个犯了错的人 他的父亲尚且能为了他做到这份上 而他这个受了委屈的人 他的父母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却选择了退让和委屈求全 说不失望那是假的 林桂枝根本不知道 无法上大学 对秀玉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正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才会选择跟万家和解 在他看来 事情既然已经无法挽回 那就争取一点补偿 就算是顶天了 更讽刺的是 这个补偿最后会落到秀玉手里吗 林桂枝就连秀玉的那点工资都会惦记 更何况是万家的巨额补偿 林桂枝会试图为了庆祝的婚礼 想让庆来出点钱 一样的红白脸套路 一样的说辞 只不过这次的庆来 选择了拒绝 被大儿子拒绝的林桂枝夫妻俩 很难不把主意打到秀玉身上 一开始万善堂主动上门和解 但是却被秀玉一口回绝了 可从预告来看 秀玉最后还是被逼着签下了和解协议 不难想象 向来要强的秀玉会做出这样的退让 这其中林桂枝夫妻俩又花了多少心思 而这个谈下来的赔偿 怕是第一时间就会被林桂枝拿去给庆祝结婚用吧 没有对父母失望 秀玉又怎么会拿着行李 跑去城里找嫂子幸福 这个家让秀玉失望的 又岂止父母 林桂枝不懂 没有上大学 对秀玉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伤痛 但同样通过考大学 走出万家村 成了国家干部的庆祝 会不懂秀玉心里的痛 会不懂他坚持不和解的心酸 庆祝都懂 但是他却选择了沉默 作为父母最宠爱的小儿子 作为家里最有出息的高材生 在王家 实际庆祝才是最有话语权的人 但凡他能为秀玉发声 能为他讨公道 林桂枝和王友德又怎会想都不想 就选择了和解 万善堂一家 虽然在万家村的地位无法撼动 但顶了天 他也只是一个村书记 而王庆祝呢 他已经是副市长秘书 王家是弱不假 但有了王庆祝 也没有弱到不堪一击 王庆祝的沉默 或是为了拿到补偿金 筹办自己的婚礼 又或是为了不让王家的机灵狗碎 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 但他的不身手 的的确却会伤害秀玉 何幸运只不过给秀玉和万传媒 拟了和解的合同 就能把幸福气的直接打了他一个耳光 为什么幸福会如此气愤 因为在他看来 作为从寒门里考出去的大学生 应该能理解秀玉人生被窃取的无助 他不说帮秀玉 最起码也不应该为虎作伤 理解了幸福的愤怒 再来看庆祝的沉默 是不是更能理解秀玉 对整个王家的失望 三年 三年 四年 三年